今年82岁 76岁 80岁 80岁 年龄家总起来近400岁的五位阿嬷 一个星期有五天会到环保站报到 负责再送的是慈禧之工陈立珠 今年啊 我记得说也是一份责任来的咯 你要带他因为阿嬷每个人都有岁数 所以每天有谈有效这样 对我来讲啦 我也多几位老朋友啊 五位阿嬷行影不离 是八升中路环保站的宝 彼此相约做环保 让退休生活更充实 当初看四边边 看等时期通过百周本会 我说我会来这边参加 我好过日子啦 我跟我的家人说 我自由自在的那样子就走啦 我就欢喜了咯 有病传呼也能度人 王亚元阿嬷曾经健康一部亮红灯 但却无阻她在环保站付出 胡闹也开 我记住也开 全部数数八次 每天早上起来我 整身酸痛的啊 来做环保 这个环保就是没有讲到讲多 接班同行 阿嬷们不只做环保 哪里需要补胃 叹了二话不说 最大配合 我还没有进之前 我的脾气比较暴躁了 后来听了这个商人的开始 他说你真气就合 得理要要要人 我们来到这边 可以修复修智慧 我听到就很有道理 发酵有电 每天各时间够了 我们就开电来照 不要客气 大家说 哎哟 你不太修正了 是发生了 你最好之后也太修正了 好了 不要发酵了 行善 照顾 结好 圆 五位阿嬷晚年 继续开阔生命厚度 透过服务人群 让人生下半场 依然活出精彩 大爱新闻刘海伦 戴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